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9月19日 星期日 這一節我們要跟大家說一下這個很久沒有說過的 孟晚舟 很久沒有說過他 現在有消息走出來 有機會 說孟晚舟會被 莫釋 有機會可以放他 回到中國大陸 整件事就令人想起 這個叫做 錯失太義 放得太遲 華為的風波 越演越烈 孟晚舟一直被扣押 到了今天 即使放生 孟晚舟就是回到中國大陸 似乎華為的命運 也無法改變了 華為由 原本在業界的龍頭地位 在這個世界上 原本在國際舞台上 差點能夠 跟傳統的 國際品牌較一日之長短 能夠在全球手機市場上 去競爭 使得中國大陸 成功踏入國際的舞台 跟全世界競爭 但是命運難以改變 即使現在 華為的太子女孟晚舟 被獲釋也好 也無法改變 華為 在這個世界上 競爭地位早已經 大不如前 這節就要講講到底孟晚舟因為甚麼事 忽然之間說會放他 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 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最近的五毛相當活躍 請大家繼續對付他們 記得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升旗易得道和後備戶口 星期二日報 請大家留意藝務頻道 據說藝務頻道又改了名字 大家要注意 把支持六部曲做回到我們的頻道 跟大家說說這宗新聞的內容 新聞的來源就是來自加拿大校環球郵報 名字令人想起環球時報 實際上主要原因是因為中國大陸的 報紙 和媒體抄襲人家的名字 導致 相當之類似人家的報紙的名字 這個加拿大的環球郵報 就在17日 星期五的時候 引述加拿大的消息人士 報導 美國的司法部 就著一項 暫緩起訴協議恢復了 跟中國華為公司 以及他的律師繼續談判 這項協議就將會容許 這個 華為的首席財務官 CFO 孟晚舟女士 可能會容許他 回到中國 雙方的會談 實際上原來根據報導 已經進行了幾個星期 與此同時 加拿大 現在預備要選舉 相信孟晚舟的案件 就會 跟加拿大的選舉 會 造成一些影響 兩者有關係 加拿大政府 面對著孟晚舟的案件 一直都相當困擾 一方面在國民面前 加拿大 其實在這個政治事件上 拿不到甚麼好處 甚至乎 就是加拿大人民覺得你加拿大政府軟弱 另一方面 加拿大政府在這個事情上也無法強硬 因為要控告華為和孟晚舟的 並不是加拿大政府 而是他的盟友 美國政府 而事實上美國 整件事 就是把加拿大整個國家放上台 因為 中國大陸要向加拿大 因為就是引導 要作出報復 包括 扣押加拿大的公民 在中國大陸裏面 換句話說 加拿大在整個事情上 既不是他的司法部 要引導孟晚舟 也不是 加拿大的司法部 要直接起訴孟晚舟 換句話說 加拿大 整個國家 根本 就是沒有一個 在整件事情上沒有一個主導權 換句話說 加拿大政府 難以 就著這件事 跟中國大陸進行任何的談判 但是受害的還是加拿大 本身 加拿大的 公民 在中國大陸遭受 中共政府的扣押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對於加拿大來說 整個案件根本就是雞勒 既不能 因為對中國大陸強硬 而換取任何的分數 另一方面 加拿大政府也欠缺保護加拿大公民的力量 換句話說 無論你向哪邊走 實際上你也會得罪對方 無論是美國 還是中國大陸 所以 這次事件絕對是美國 把加拿大放上台 根據美國之音 引述美國司法部 和華為 恢復談判 可以 令孟晚舟返回中國大陸 他們談判的內容 圍繞着孟晚舟 要對著他的控罪 承認控罪 其實過去 孟晚舟和華為 對於指控一直都是否認 這次假如孟女士 承認控罪 以及願意 支付巨額的罰款的話 美國的司法部 就是願意終止這個引導的要求 也會終止對著她的刑事起訴 算不算是放生 孟晚舟呢 如果你 很嚴格來說 也不算是放生 因為實際上 孟晚舟是因為她面對的控罪 她選擇承認控罪 也支付 罰款 過去 不能夠 放生她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她一直 否認了控罪 將她引導去美國 受審 也是建基於 因為她不認罪 假如引導你回去 你就在美國接受司法審判 所以 如果孟女士決定到最終就着她的控罪 是承認控罪的話 你就會發現 根本 其實就沒有必要 將她引導回去美國 除了你可以很肯定的 就是 她的判刑一定需要 監禁之外 所以 美國的司法部 清楚知道 控罪未必是 一定要 足以令孟女士在美國坐牢 假如如果孟晚舟 承認控罪 選擇支付罰款 實際上 對於司法部來說也是等於 贏了一場仗 因為檢控部門 最重要是 打贏官司對方認罪 或者是令對方 被定罪 所以 嚴格來說 這個案件 表面上聽起來好像美國有心要放生 孟晚舟 實際上可能是孟晚舟 建基於這個案件已經拖延了那麼久了 華為 已經 不能夠成為這個世界的大佬了 已經粉碎了 當然 說粉碎可能誇張了一點 這家公司 還有一家相當大的公司 但是 正式來說 他在世界具備著 跟這個一流公司競爭的地位 早就已經粉碎了 這個夢想 也早就被粉碎了 所以這個時候 無論是美國 還是無論是華為自己本身 孟女士本身 選擇 不再在這個事情上 爭鬥 這個 其實 也可以理解 事實上美國也沒有必要 再煮死這家公司 因為當時 特朗普政府已經對華為 實施多項的制裁 使得華為 有大量的晶片不能夠進口 已經使得這家公司 已經不具備在世界的舞台上 跟一流的手機公司競爭了 所以這個中國夢 一早已經被粉碎 成為了碎片和粉末 所以 正式來說 雖然 在那個 牌面上 我們也不想放生它回去 但是實際上 現在放它 和不放它 其實 不是一個很大的分別 尤其是如果他 最終 根本就是選擇 直接認罪 整件事唯獨就是加拿大 政府 就是 滿盤街落索 完全沒有任何的東西 賺到 而且 導致兩個加拿大的公民在中國 大陸被中國扣押 到底 這兩個加拿大公民會不會桌底 另外有協議 現在 環球郵報 報道就是沒有 援引任何消息人士 估計 雙方的會談 跟中國大陸釋放兩個加拿大人 有關 目前 看不到有沒有跟中國大陸要回 兩個加拿大籍的人 對加拿大來說 其實就是無論向哪邊擺 其實 他一直都是在輸 所以 一個民主國家 完全講求制度 講求法律 你其實是難以 跟中國大陸這些霸權對抗的 這個其實我們很早 已經跟大家分析過 我們今節 跟大家把整個 情況 再去 否析了一次 我們今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如果有再新的消息 我們會再跟大家說 我們今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我們下節說下一個話題 拜拜 拜拜